她亲手为您闻的比翼鸟图案 如今可还清晰 太后的表现 让殿中众人彻底相信了阿布的话 容亲王妃脸色与太后一样惨白 她不敢相信 自己将从高高在上的王妃 变成混淆皇室血脉的罪人之妻 慕容莲华更是目自欲裂 其欲封电 你这个妖女 我要撕了你的嘴 阿布冷眼看着那疯癫状的小郡主 从上面扑下来 垂在身侧的手指 划出了一个玄妙的图案 一件黑色卷轴凭空出现 一刹那 大殿里的时间被冻结 所有人都被定住 阿布熟练地 在生死部上划出太后的生族年月 看清那记载 竟只有三年阳寿了 这让阿布犯难了 她不能将太后的阳寿一字取尽 因为如今不是在地球 她正在别人的地盘上藏匿 算了 既然只有三年阳寿了 那便只取一年吧 总要剩下两年时间 让太后娘娘苟延残喘 做出她是自己生老病死的假象 追如何给慕容元猎 弄来更多的寿命 唉 没关系 没了这个害她早产的太后 不是还有一个 给她下毒的皇后娘娘在吗 你这个妖女 我要撕了你的嘴 生死不消失那一瞬 像被按了静止键的大殿恢复如初 就看见宝座上的太后娘娘 忽然一口气喘不上来 太后娘娘 眼皮一翻就晕死过去 娘娘晕过去了 在所有人惊慌的喊叫声中 慕容元猎和阿布 置身室外地转身往外走 阿布和慕容元猎走出慈安宫 不是说你父皇还等着你去见他 你去吧 对了 你找个小太监 带我去太医院取药材 咱们各自去忙 到时候宫门口见 还拿药材呢 你都已经进宫干完你要做的大事了 这个借口咱可以不要了 行不行 你今儿非要跟我进宫 其实就是为了揭穿 容亲王妃皇家血脉一事吧 不是 我既不是前朝余孽 我进宫也不是为了行刺 你让你家安卫做的那些安排 都白搭了 我今日进宫 就只是来取药为你续命的 至于揭穿太后和容亲王的事 我只是恰巧知道 顺嘴说出来了而已 偷偷让安卫防备行刺的事都知道 那岂不是一直在看我笑话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猜我是什么人 我就是什么人 所以你怎么猜都行 你得跟我去见父皇 我知道你不想做我的王妃 可为了容亲王和太后的事 你也得去见见他 谁让你把这天大的秘密 说出来了呢 好 就算不为容亲王和太后的事 那你总得去跟我父皇解释解释 为何他与容亲王 不是亲兄弟吧 就算容亲王不是皇祖父父的孩子 那我父皇与他也总该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为何你说他们并非亲兄弟 只有一父一母才不叫亲兄弟 既然秘密已经说开了 那就去全部抖了出来吧 倒不如借着这个秘密 向皇帝讨一个恩典 给恒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